左肩膀痛 我看到飞蝶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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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下去的时候 然后到了地上以后跳了三跳 跳了三跳 然后 那个 那个外星人好像那个 那个带着降落伞一样的 飞蝶已经下气了 他人还在挂在上面 慢慢慢慢慢慢下来 这个飞蝶和那个外星人之间 好像形成了一个气囊一样的 像一个气囊一样 蹲在那个气囊里边 虽然那个气体差得很远了 但是呢 从那空间上来看 那个外星人和飞蝶 还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边 在同一个气囊里边相当于 然后那个飞蝶降落地面一刻 然后在这边 拉得像突到他慢慢慢慢下来 所以肩膀这边好像被突到的感觉 挂到他慢慢慢慢下来 下到飞蝶里边 下到飞蝶里边马上就出来了 就离开了飞蝶了 到机面上活动了 站在机面上 他说现在那个突然上的那个 核无人已经清走了 所以呢他敢走出那个飞蝶 原来是外星人从飞蝶是不分离的 那个飞蝶就是它的一个防护罩 防核无人的 当然了还有好多核电厂还没解决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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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